好餓啊好餓啊 廚道特曼來到麵包超人的販賣機 他想要來買食丸 正好他有一張一萬塊錢的麵包超人紙幣 他看了看 選擇了中間的按鈕 揮出來什麼好吃的食丸呢 誒?這是什麼呢? 上面有麵包超人的圖案 原來是麵包超人的杯麵 太好了正好肚子好餓啊 讓我回去和其他奧特曼一起分享 這時候小豬佩奇也來買食丸了 他拿了一枚麵包超人的硬幣 小豬佩奇看了看 選擇了細菌小子的按鈕 這時候掉出來了一包盒丸 這是什麼盒丸呢? 這裡面好像是冒泡飲料 小豬佩奇想到喬治很喜歡喝飲料 他帶回去和喬治一起分享 喬治看到新奇的盒碗飲料 他好開心啊 又可以動手製作美味的冒泡飲料了 這一次我們又動手製作的 是這一款浴缸的冒泡飲料 那做好之後 上面是霜奶味道的泡泡 下面是甜瓜的飲料 而且這一款浴缸有四種顏色 那我們這一次抽到的是粉紅式的 這是一個可愛的女孩 讓我們一起打開來看一下 這是裏面的材料包 還有一張貼紙 還有兩包用來製作死亡的粉末 首先 小豬佩奇和喬治又來組裝這個浴缸 這是大浴缸 喬治忍不住跳到浴缸裡面想洗澡呢 佩奇也跳了進來 看來佩奇和喬治都非常喜歡泡澡 然後我們要把這些材料都拆下來 再把它們組裝上去 這是浴缸的花灑頭 裡面會冒出泡泡哦 這裡還有一個小零件可以滑動 裝到浴缸裡 再把花灑頭安裝下去 那我們的浴缸就裝好了 接下來 讓我們用貼紙來裝飾一下這個浴缸 首先是眼睛 然後是眉毛 接下來是嘴巴 讓我們在兩邊裝飾上花朵 還有刷子 還有刷子 和精油 然後是兩個紅色的小酒窩 那我們裝飾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融化這一包綠色的粉末 再把白色的冒泡粉末倒進去 再用吸管輕輕地攪拌一下 那我們還得再按幾下 那差不多就做好了 上面有很多泡泡 這是酸奶 底下是甜瓜口味的 小豬佩奇來嚐一口 好美味啊 淡淡的甜瓜味 還有酸奶的味道 小豬喬治直接在花灑口喝了起來 那讓我們來嘗一下這個味道怎麼樣 我一口就把它喝掉了一半 那其實這裡面最好喝的應該是酸奶 佩奇說怎麼好喝的飲料拿去和奧特曼一起分享吧 哈哈哈哈 蘇特奧特曼正好把買到的杯麵帶回來和佐菲奧特曼一起分享 佐菲看到了有好吃的杯麵 好開心啊 這一個看起來好好吃啊 看起來好美味啊 有很多麵包超人和紅精靈妹妹頭像的火腿 蘇特奧特曼和佐菲奧特曼用熱水泡開了這一包杯麵 蘇特奧特曼已經忍不住想要來吃一口 嗯 太好吃了 佐菲奧特曼吃了好大的一口麵 他們都在稱讚這個杯麵好好吃啊 這時候小豬佩奇和喬治正好趕過來 佩奇說我這裡有好喝的冒泡飲料 你們也來嘗一下吧 奧特曼說我們也做了杯麵 正好你們也來嘗一下吧 小豬佩奇先來嘗了一口麵 嗯 好好吃啊 佐菲奧特曼也來喝了一口小豬佩奇的冒泡飲料 好香的甜瓜味啊 初到奧特曼也來喝了一口 嗯 我最喜歡吃酸奶了 這個酸奶飲料太好喝了 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 傑的奧特曼和佐菲奧特曼 喝完冒泡飲料之後變身了 這是哪兩位奧特曼呢 你們知道嗎 佩奇也覺得好神奇啊 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的實玩故事就到這裡 更多更好玩的實玩玩具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